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需要在很短时间里面要学会 我觉得其实是不太可能 除了郭富城练舞 梁朝伟为了电影也琴练钢琴 风在起时成本耗资7.8亿元台币 2017年开进拍摄 2018年3月97年 讲述70年代香港廉镇公署 追捕贪污探长 掀起殖民地时代落幕前的故事 但内容涉及警察贪污和黑社会 由于大陆目前对警察题材比较紧张 电影一直没有通过大陆国家电影局审查 原先安排2018年圣诞党期就要上映 后来一言再言 至今上映无期 风在起时是郭富城首度饰演雷洛 由于过去大多是刘德华饰演 这回他想翻转粉丝心中 对无意探长的形象 影迷却迟迟等不到电影上映 片商表示已经尽量配合电影局 修改内容 强调内容并没有如此敏感 已经在挑一个合适的档期 希望尽快安排上映 TVB新闻张明露罗湘台报道 网上看新闻请 这个电影就叫《风在起时》 不是啊哥哥的歌叫《风在起时》 歌手也是叫《风在起时》 不过不是那首歌 是电影来的 大家如果上网要搜尋Google《风在起时》 记得打电影两个字 因为首先打《风在起时》 全部都是哥哥洗版的 为什么会被这条推特 因为当年不是变成了讲娱乐节目 这一套电影呢 不是吗 我们这个不是娱乐节目 我们赛配了其他《时时论证》节目 大家要是娱乐节目看 那是一个香港国际电影 但是笑我们不是笑我们的笑话 是笑我们的 我们真是挺有喜感的 真是老老实实 我们真是 那带到欢笑给人也是好事来的 大佬 我们三个真是 欢笑乐愿开心 好过有些人又够吹 吹你又吹臭 又带不到欢笑 是不是啊 那我们继续讲这个笑话 对不起 这个笑话 这个笑话真的挺有趣的笑话 我从来没见过大陆拿不到批文 在香港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香港上影也不想到 他有一个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 不是一个宣布 这样也会跟达科研梅先生 对 考仁先生 还有我还好笑 郭富城如果没有记错 他在台湾红源才来香港红的 对啊 那为什么屎诗诗诗说不了呢 我们都很不明白 郭富城真的吃过很多国货的嘛 对啊 你起码吃过几件国货的 那你跟他说 你真是一个屎诗诗诗的女孩 哇 这个真是屎诗诗的招牌啊 这个抄这个炮 This is fucking epic man 证明你们真是肤浅的 证明你们两个真是肤浅 我解释一下 诗诗诗诗的耕艺 就是你们真是肤浅 郭富城啊 他虽然去台湾 他虽然去大陆 但他不需要讲国语 也不需要讲得正 是吧 他这个表情 当然不需要 打也是可以 没错 没错 你們經常都要拘捕女人靠嘴 又吹口琴 又彈吉他 請大家吃鮑魚 又吹燒 什麼十八般舞藝都出來了 拘捕女人要吹燒一點 我不知道你們 你是不是認錯了另一個史題 我不知道你們出什麼功夫拘捕女人 有些是彈吉他 有些是彈琴 有些是吹口琴 有些是吹笑 我不知道你們 我繼續說 因為這個電影就來不了香港 這個香港國際電影 技術有問題 我又覺得很奇怪 我是解構不到 這個電影的主題 一個這樣的題材 爛爛到無論再爛 我們年輕時的雷諾五億探獎 接著有四大探獎 拍過1526次 沒錯 跟著黃晶又翻炒 這兩個人還是有興趣 將香港四大探獎貪污時代的故事 拿出來翻炒 又再翻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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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些什麼東西的問題 播不下去呢 又不是說現在九七回歸之後 就是盧偉聰 鄧炳強去貪污 當然他們兩個不會貪污 當然不會 千萬不要污衊我們特區 又盡忠 忠誠勇毅 對啦 愛國愛港 最多是市民又夠 即是入錯行而已 原本是一個死K人 現在走下去做警察一哥而已 那不值得笑會吧 入錯行 我是真的不明白 是不是有什麼敏感的程度 現在是因為香港 警隊的形象低於黑的樣子 即是有一些不知為何的聯想 想想一下香港好像以前都是這麼黑的 對 沒錯沒錯 這個我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看過電影 我不管 我都沒有看過 未想 不 可能有些人看過也不行 電影已經在2018年 問題是什麼呢 最奇怪的是 老闆剛才說 你有記得我們那時候看雷諾傳 那時候是港英年代 港英就不怕你拍一些 他說他的年代裡面 貪污的警察 他給你上 他任你上 好了 這次你說得對 今年有兩部電影 不是一部 是兩部電影 這部封在時是特別奇怪 因為已經安排了 本來好像是閉幕電影 如果沒有記錯 開幕 開幕我忘記了 兩部都是開幕 現在幾部開幕電影 沒有足夠 只有一部七個 七個故事 七個故事 由七個導演 七個導演 這兩部電影 很奇怪 就是怎樣 本來 你要知道 經過審批 你做得到香港電影節 審批過 全部經過上面 批准過批准過 好了 搞了 票都賣了 賣了 好了 忽然之間 毛利拉沈說 有些叫做技術故障 當然我們不知道是甚麼技術故障 也不知道是否因為電影中的言論 或者題材影射 可能他沒有 但是有些人 這個世界上也一樣 你這個人 作賊心虛 別人說甚麼都會覺得別人影射你 最好有趣的是網民 或者電影發燒有 屌是屌是屌的 不是屌是屌是屌的 屌是屌是屌的 而是屌是屌買了票 現在你退票給我 但你屌是屌是屌的 但你屌是屌是屌的 那真的屌你 真的屌是屌的 這些是屌是屌的 即是 原來香港人 收好的 屌是屌是屌的 香港人屌是屌是屌是屌的 這些事情 這套 別人拍了這麼多心機 香港曾幾何時 屌是屌是要靠大陸屌 你屌是屌是屌是屌的 我們什麼都會屌是屌是屌自己自把自為 屌是屌是屌是屌的 屌我們在香港 上面是香港的 電檢處是屌是屌的 是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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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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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屌是屌是屌的 屌是屌的 屌是屌是屌是屌的 屌是屌是屌是屌的 屌是屌是屌的 我們現在不知的 如Steven說的 可能是技術問題 我們不知道 你知道 現在你知道 因為有了《國安法》之後 很多人就叫做龜公蛇影 很多東西 譬如我們一會兒會說說什麼藝術品 也會影響到 何況一部電影 更多人看過那些什麼藝術品 什麼藝術館 現在不單是第一部 是兩部電影 《風在起時》 另外還有一部 我現在忘記了 那部電影叫做《一級指控》 我們看看V1 《一級指控》 他真的要我 他真的要我 被告兩罪罪名成立 殺了人這麼大的事 法論不是確保 每個人都有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嗎 你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 難道每個人繞上雙手 站在機彈那邊 黃高祥就會自自淋下嗎 為了你的女兒 你可以犧牲你 他不相信 長官司我們不能打的 謀殺 他不會錯一輩子 我希望你說個真相出來 這個世界每天這麼多新聞 這麼多資訊 銀台表每一件事都要被市民知道 你整個黨都是用我的錢 你倆父子當我是養顧 我告訴你 我們各個獄中場法院都要告 你不要問我自己打電 全部都是直接試 不是 整件事是你精心的 沒有 是沒有法院 不是,沒有,你亂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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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安穩 是我們上一代留給我們的成果 我們最基本 是不是都要有責任 為我們下一代維持一個 不論貧富 不論身份 在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社會 法律是信仰,不是生意 我想大波瑋應該第一時間 他買了一張票去看本場 說法律 一級指控 一級指控 學一下東西 學一下東西 律政司難得香港有到 可能有機會拿獎 這些電影 八九十二十年代 一個月上三套 很正常的法庭片 哎呀,又要殺人 有錢也要殺人 又不用坐牢 電視劇也有 《一號皇庭》 出出都是這樣 是的 有什麼事呢 偉大的蕭若元先生 發宗情、發內情、發愛情、內捨情 看外捨精情 發左情、發右情 什麼瘋都會有 什麼都會被破壞了 有什麼問題呢 我真的很想請問 最奇怪的是 我們剛才看這部影片的傳播 《漁告片》 《漁告片》也有提及 其實這部電影和《瘋了起事》 其實都是合法片 你可以說 去到大陸上 好像你剛才說 不讓他上 就不要相信 因為大陸的審批 跟我們香港的尺度不同 但香港 為什麼這兩部電影 我真的想不明白 當然我沒有看過這部電影 我不能夠評論 純粹從客觀的 你們剛才講的 也有說 這些戲要老老實實 你不禁我都未必會看 這些是在演藝學院寫劇本 用來交功課 是這樣的一部 你又不要這麼難看 尤其是《風再起時》 《風再起時》我一定不會看 因為劇本已經破壞了 還有你看到合法片 你看到兩個女主角 找梁朝偉和郭富城 你明白嗎 拍到大片出來 這部電影還說 大部分都是香港的明星 還有剛剛細細的智叔 也很有份量 有方中信 曾剛 雙重之 你也可以說 這部電影我也會考慮一下 可能會考慮一下 但問題是 其實是禁來做什麼 我不知道 可能他們有他們的心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心虛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剛才那條導演 所說的話 我們是不是現在 心同感受 覺得世界裡 是不是我們要留給下一代 或者上世紀 英國人留給我們 很好的制度 全部難過 是不是有這些問題 不不不不不 導致某些人心痛 不不不不 你講得對 但這其實是看你怎樣 怎樣去演繹 怎樣去演繹 剛才那個 我想說 改正理 不是招架 那個叫爆氣症 爆氣症 那個問題就是 你剛才那句對白 你說 我們這一代人 不要什麼 但問題是 你香港上一代人 都是我們中國人 香港人 留下來 不是 為什麼我現在去吃這個 新超忌 又或者這個 不是英國的 雲吞麵 不是上世紀留給我們 不是英國人 留給我們 不是 是不是 太平館就一定不是 英國人留給我們 怎麼 英國人不會吃得這麼好的 是不是 那碗沙丁牛肉麵 那些沙丁牛肉 加這個出戰一丁 肯定是我們上一代的人 不是那隻Low 都是瑞士 不知怎麼賣來的 是不是 我真的不明白 但這些就是 說者無心 聽者有意 那些朋友 我想跟兩位手足 debate一個問題 你以為是 strict top order 不想讓我們做 還是有白人 真是 杯弓蛇影 驚弓之了 鬼子未打到來 就害怕到 蛇精 我拉遠一點說 如果你說杯弓蛇影 就是要做多走多一步 上個星期 熊女士說M plus 是不是還沒有 那些很明顯是 是啊 一一樣 一一樣 根本就是自己 喂 好像我們不可以做忠誠的廢物 做多一點點 做多一點點 屈永賢還在寫 唷英年 但是問題是 他容易 大略就已經沒事了 但是熊凱恩和屈永賢說的 都是錯的 熊凱恩說話 阿爺都沒有起訴過艾薇薇 沒有人錯了 為什麼你特區會覺得 那張照片有問題 動手指有問題 沒有人錯 就算退一萬步 那張照片有問題 你們上個星期都說過 就不給那張 但其實他動手指 不只是動觸天空間 艾薇薇私底下 他給了幾張 我們看了幾張照 艾薇薇給我的 給你的 是艾薇薇新的 真的見多識港 我很多人物 艾薇薇有一張 真的 有私人真相 但是我肯定這張不是艾薇薇拍 因為拍得太好 但這張也沒有告他 我也沒有告艾薇薇 艾薇薇 艾薇就燈影給我 讓我珍藏知道我窮 看他能不能放出去 還有一張 艾薇薇又糟了 艾薇薇那麼像那些 艾薇薇也會走山的 那隻手不一定是艾薇薇的 艾薇薇薇 艾薇薇也有 艾薇薇 所以你看到 大師和正常人的風格是不同的 艾薇薇薇 艾薇薇薇 艾薇薇薇薇 那張真的艾薇薇薇給我的 他說知道我窮 給了兩張照片 再不能碰就放了 過了十年出來 你老婆你真的 喂 你不要忘記弟弟 我有正常在 大家總之在那裡 不忍被人抓 你欠的那些薪金 你全都出來了 身路死狀 那些警察還可以繼續出錢 那些警察還可以繼續出錢 正確的 剛才佐敦和西文都說過 喂 在上面 我那天聽到 某個時事節目評論 請了M Plus博物館的人 他在那裡聊 他是很心同 他說得差點跑粗 他說他是去上海的博物館 上海的美術館 人家的尺度比我們更鬆 更闊 更闊 剛才你說的點 就是艾美美都還沒被人告 在大陸 大陸還沒說過 他這一個是 捉動國家神經 或者對國家不敬 或者是政權不妥 喂 你們這些傻傻 因為永遠都是 擦鞋子 永遠都是擦錯 擦錯屁股 擦錯屁股 所以我剛才說 你這兩套電影 不是阿爺的意思 就是有一幫人 他自己心虛 或者他自己 總之他自己 好像你剛才說 因為你不通 你大陸不給上 就是大陸的事 我們的檢檢署 就可以看我們的Cut 香港版本 有沒有 很簡單的 《國安法》說一件事 有沒有顛覆政權 是不是 他那個戲裡面 有沒有說 1960幾年 70年代頭的 貪污探長 顛覆2021年的 香港地區政府 是 Michael J. Fox 也做不到 有沒有 又或者 有沒有 電影 有沒有叫人 那些外國人 去制裁香港 沒有 不知道 我沒試過 應該沒有 一空再起事 有沒有說 美國南光女樂 拿BNO走到英國 有沒有 沒有 五街一移民 沒有 就是 不過走到台灣 你也是自己 中國土地 走到台灣 中國土地 有什麼問題 有問題 你知不知道葉劉 葉劉前一陣子有一個 印度舉辦的 Zoom Meeting 高峰會 台灣就說他自己的 I cannot possibly talk to you anymore 因為他說台灣是一個國家 他不可以 但他跟著 台灣是一個renegade renegade 這一個renegade的字 說他是一個叛逆的政權 葉劉 麻煩你去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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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看 白髮讀了書 半逆的政權是中共 國共內戰是中共叛變的國民黨搶了政權出來的 你弄清楚了 唉 真的又出來 其實國民黨是叛變的 為甚麼 因為清朝才是正宗 清朝也是叛變的 明朝才是正宗 你又說錯了 明朝也是叛變的 元朝才行 你又說錯了 挑力好不好 元朝也是叛變 為甚麼宋朝才行 全國都是這樣 你這樣說 他不用做節目了 為甚麼 草女到秦朝 然後又到周朝 周朝又到秦朝 是雙朝相奏才是正統的 那時候不是中國人 那時候那些 現在他拿到三王五帝 木器時就是 為甚麼外星人打眼到馬王隊 最後只有上俄一個才是正統的 你沒錯 現在誰就說 第一個登陸月球的 是上俄 桥地老母笑 你真是 香港有個官員說 你是說真的嗎 真的 他說 他現在 好像是教育那個 楊潤孔 你小心點 會被人告 我不是開玩笑 因為他說 現在的教育 小學生 可能就是說 第一個登陸月球的 將來就要寫上俄 這個應該是搞笑的 應該是搞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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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可能在歷史的 英國的歷史書 說就師 是創造地 不會的 英國當然不會 Steven 任何的文章 中國文章都不會說上俄 老實說 不是 中國文章 他是覺得我們上俄 是第一個登陸月球的人 那些唯物論的人 應該是說不到上俄 那他不會說上俄 他說毛澤東的機會比較大 那他不會說上俄 不要緊 中國人第一個登陸月球 總之登陸月球 第一個就是中國人 沒錯 Lotus Bill Unenormously 一致通過 即是Armstrong那些 收皮 不就是遲了 遲了 不是說收不收皮 收皮 就沒有人記得 你記不記得 1994年世界盃 誰拿第二 只記得誰拿冠軍 這班衝出來 當然還有一班 我們看看V3 幾個公民力量成員示威 不滿有服裝品牌 拒絕用新疆棉花 抹黑祖國好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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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讓新疆棉花 公民力量主席潘國山 成員李知敬等等 去到瑞典服裝品牌 H&M的辦公室抗議 不滿品牌拒絕採救新疆棉花 認為是將新疆棉花 他們要求H&M撤回聲明 和向中國道歉 由於辦公室沒有辦公 他們將請願信沿著大門底部插入 要求公司回應訴求 我們正在研究希門梓敬那雙鞋 李梓敬是很厲害的 因為其他兩個人都被捉到 一個是穿Keen 一個是穿Nike 那兩個男人 但他不是 是故意穿一雙飛月 我也是Nike 你不愛國 我打齊你的男人 待會出去打齊你的男人 你上頭金毛 你剪一頭髮才說 我金毛不代表不愛國 金毛絲王是不是中國人 嚇到你 不是 叫做Jason 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地方 你現在是不是想玩這個 金毛絲王好像是西域 西域 西域 西域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地方 你沒有讀清楚歷史的人 Jason在Greek Mythology很大力 所以Jason的機會比較大 金毛絲王Jason 現在的情況 似乎中國那邊都希望 他們那些男人不要太過分 禁止一點 不要搞到這麼多事情 我一直都認為 這些民族主義上頭的事情 香港應該要自保 始終要保持我們的中立地位 以前是的 但今次不是 今次有一位真的很愛國的 葉劉 歌聲 炮台信 炮台信 據聞要賠6千萬 這麼多 最保守都說要賠6千萬 證明之前給他太多 但我聽到超哥昨天在通訊站說 他說 因為這個贊助 在中國發生的 中國那邊也有 那些小的 十個項目都看不到 那些字 就說得明白 如果那個贊助商 在中國境內 做一些事情 就是 侮辱國家政權 而令到這個 sporkman 有不對 或者不同意 他喜歡 選外的利益 他就可以立即 終止合約 不需要賠錢 不知道是誰 對 不知道 但這件事 我覺得 鮑台信 即是 反面 不認人 因為鮑台信 現在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大陸的明星 就應該在大陸簽 就是剛才你的條款 對 對 爆代信 就很大機會在香港簽 在香港簽 在香港簽 雖然是說 包括Grader China 但是沒有那個 但是沒有那個 但今天的合約是英文的 沒錯 那你就糟糕了 那你就糟糕了 所以罪文就是 他最少要賠6千萬 所以他就很呆呆了 整個小時 但不要緊 因為這些訴訟 他有沒有打給了徐浩瑩 不知道 因為這些訴訟 徐浩瑩 好像很支持Like 是華姐的售本名曲 是他的行業 他們訴訟 就變成30萬 很快 不知道 總之也很糟糕了 其實很傻的 最愚蠢的人 其實最失敗就是 八代信 另外一個被人 又是 剛才我都說 那四個 有個女生 我們不夠說 三個男生 兩條被人笑 另外一個被人笑的 最多的是什麼 就是葉劉 拿了一些東西出來 對著三條鏡機 派在沙發上 然後說 你們的心裡 所謂的 設計對白 所謂的 你們再誤陪 你們一天不道歉 我一天不帶你們 即是不帶你們出街 這些是很昂負的 真的很昂負 他很願意採務 制裁電子性玩具 所以我看到有個網媒說 幸好Victoria's Secret 還是奶共 要不然他拿了些 糟糕 真是眼淵 有些芝士精 眼淵 有些眼淵 有些不是很舒服 但是 你們這樣衝出來擲 是非常昂負的一件事 老實說 為什麼這些人要衝出來擲 其實也有一些壓力 你也知道大陸那些 小粉紅 網軍 那些糟糕 如果你第一時間 你不能出來說 他們就會在你的微博裡面 不停瘋狂地攻擊你 吵架你 爆代信 為什麼你吵架你 吃我們的飯 炸我們的鍋 即是他們說這些糟糕 不停在留言吵架 吵架到你很煩 你賺了十四四那麼多錢 你賺了十四四那麼多錢 十四四那麼多錢 挑過我們這麼多的中國婦女 你十四四的做愛 吃了那麼多次 對不起你那麼多次 為什麼你這次不十四四 支持我們新疆的名牌 十四四 他也會受到很大的壓力 有壓力不要緊的 你收得那麼多錢 譬如你現在陳奕迅說 隨時說幾多億的錢 你收幾億的錢 傻的嗎 但這件事很好笑 我那天跟一個在社交媒體的朋友說 其實很多這些反任何的事情 其實是人在這樣傳出來 不是中央的指令 所以你看到H&M Nike 其實是中央嘗試降溫的 我又這樣看 手中 中央當然不會走華春瑩出來 我們現在新疆和賣 他們什麼都說出的 他們什麼都說出的 會不會這樣 下面一定會有很多台馬車 會幫他們做事 差彩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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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收太多錢 但是你可以想 如果你想搞亂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只要散播這些傳聞出去 Exactly 所以你要小心 你要小心 你要明白到 經濟安全和網絡安全 都是習近平習主席主張的事情 在國安法條下 經濟安全和網絡安全 都是他一定要調理 你不要抓得很窄的東西 你知道嗎 因為很重要的 實施的 實施的安全 你知道嗎 那樣的情況 不過另外一個人 你們錯是這樣 真的會被人告 發音不准國 問你兩年 要你在監獄中 說這三個字 說不准 一天說不准 放不出來 沒錯 你這樣玩 玩國語 玩普通話 玩得這麼興奮 這個真的是 屎屎屎的青髮 嚴重的 嚴重的 屎屎屎 屎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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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屎不屎 我看你 你看 你看 剛剛這個內黑 內黑進行一個屎屎屎的打折 一打折 火動 這是屎屎屎的打折 屎屎屎的打折 活動 你看看多少人背角他 你看看V4 真是屎屎屎 好 北瓜來的那個客店 果然還是大折箱啊 也是史詩詩的 杯葛到史詩式的杯葛 哇 真厲害 身體是最冷靜的 陳奕俊就糟糕了 這次真的糟糕 糟糕得很深 這個就是網上的笑話 話說 一個記者就問一個人 如果國家要你捐出一千萬 你會不會捐 當然會 當然會 為了國家 又問他 如果國家要你捐出一百公頃的地 你會不會捐 沒問題 為了國家我什麼都會做 之後他再問 如果國家要你捐出牛 你會不會捐 當然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有一隻牛 笑容不是這樣 因為我沒有消費 例如Burberry 我一定可以杯葛 我也沒有Burberry 我買不起 例如陳奕俊的網絡 例如陳奕俊 問IG 正常買到 但坦白說 坦白說 我也相信香港的網友 市民都很冷冰雪聰明 當然 就是你搞這些民族主義上頭的事情 我想在未來的未來 也不要說新疆棉的問題 因為現在這件事是由新疆棉的爭議做起點 我們也不要討論那個問題 先說杯葛 什麼牌子的東西 過去十年八載也有很多 有時有日本仔 又有時有iPhone 又有時有iPhone 有時有很多 韓星 什麼都會有 卡洛B 從來我們都吃蝦條 不是卡洛B 那個叫做什麼 樂天 我理會了 蝦條吃而已 我理會了 樂天也好 所以我覺得這次最失威的是鮑戴順 我想這次的損失很嚴重 所以衝出來拆散 是一件事 一招喪的 一個很大的污點 一招喪的 不是 沒有了 整個聲明 整個英明 因為之前可能有些傻傻傻 都會覺得他是偶像 歌神 那你一鋪之後 都清了袋子 那你又找不到別人再給你 你自己懶惰的出來 我以後不… 那別人不會再理你了 所以也是那句 滿星法大財 沒錯 就像這幾張圖一樣 其實鮑戴順 你開了20至22給我們看 總之 低調穿衣服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低調穿這些錢是賺不到錢的 老闆 你也知道 低調穿就可以了 大陸是沒有人買這些衣服的 外國也不會買 大陸也不會買 那你想一下 大陸賣廣告 如果我給你五千萬 你給我買李寧麻廣告 就是蝕了五千萬 雖然第二次完結了 但我始終覺得 韓字 設計的太好 我始終都不明白 為什麼日本人玩韓字的設計 為什麼是美麗得這麼重要 那人就是美學的大陸 你中國人 韓字都是你們的 是斯斯斯的 都是你們的 為什麼你們可以玩韓字 我那件我登上鳥長城的T恤很漂亮 還是很喜歡的 因為那個原因是他夠肚子 他那個銷售的 是嗎 你是要銷售肚子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放在你身上就很像 這樣說 先照鏡子吧 我明白的 休息 待會回來再見 你一個斯斯式的休息 待會第三次見 等我照照鏡 是